为古地名,相传曾在商朝之时,于中国北境,也就是今天山西北部一带,建有一个小猪猴国,叫做代国,也许是因为代国过于偏远,所以才让代国得以从商朝一直传承到东周时期,大概有五六百年的历史,的确是无法想象,这个处于草原民族和中原王朝之间的小国家,居然真又顽强地存活了那么多年, 后来代国为赵所灭,赵国便又把这块土地作为封义,奖赏给自己的亲信子弟,而这些人又往往冠名为代军,如此日积月累,世代传承,到赵武陵王时期,所幸便把这片土地直接命名为代军,由此,代帝的称呼便永远成为了这片土地的名字, 所以,在楚八王大分封之时,作为赵国名义上的唯一继承人赵姓,便被封为了代王,准其统领带帝,赵王歇喜王代,史记项于本纪,在《暗汉书》地理制中的记载,代军,贤智,蒙约燕帝,由五元官,长山官,处幽州,共五万六千七百七十一,口二十七万八千七百五十四,县十八如上,代军在西汉时期贡辖十八县,其中人口数,在官方记录中, 则为二十七万八千七百五十四人,显然,代军哪怕是经历了汉帝国的盛世之后,人口也依然偏少,不说比同时期的其他内地军线了,就说同样是位于北京的上军,人口也在六十万之中,几乎是代军的二倍之多,可想而知,代军的生活条件是有多么艰苦,不过,代军的人口过少,可能也与该地长期作为汉兄对战的军事地带有关,并且此处百姓或者一部分为军团,或者时不时就被凶奴辱, 所以,这里的人口统计数字,相比其他军线,可能水分要更大,但无论如何,两百年后的代军,既然才只有不到三十万人,那么两百年前的楚汉时期,代军人口又能有多少呢? 撑死了,也不过就是二十多万,所以不夸张地说,楚汉时期的代国,可能应该是当时诸侯国中人口最少的一个,另外,代国应该还下下燕门郡,虽然说此时的燕门郡,可能已经被匈奴人占领了, 但是,按照平成之战的爆发事件,当时,匈奴人应该还没能全部占领,因此,代国的人口或许还要再多一点,三十万? 也许吧,但总归还是很少的,当然,人口少不代表代国的实力就差,正所谓赛翁师马,焉之非福,秦帝国曾在北京构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御体系, 其中显然不只是有庞大的军队,更重要的还是那些与之相配套的各种军用设施,出入马场,军工器械场,训练场等等,当然还包括北京各地的军事堡垒,所以说,也就幸亏代国人口少,不然要是腹地再大一点,人口再多一点,代国的军队还不横行天下了。 当然,其实对于这些项羽也早有防备,因为凡是属地靠近北疆的,且拥有大批秦帝国时期军事设施的诸侯国,红西向东,帝国,代国,燕国,姚东国,几乎都是存在人口较少,腹地较小的问题,所以,也就导致了北方四国在楚汉时期的影响力几乎是微乎其微。 下面再说代国的疆域,虽然史书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代国到底历都哪里,只是说,后来陈也曾在代帝迎接照谢,那么,我们就姑且把代国的首都暂定为代县吧。 而代国的全部疆域,便是代郡外加燕门郡一部分,由此再按照汉朝时期代郡十八县和燕门郡十四县的规模,基本划定代国的疆域。 如上,代国的北部是正在强势崛起中的匈奴人,可谓危机重重,而代国的东部, 则是燕国和长山国,燕国因为和辽东国有内斗,所以姑且还威胁不到代国, 至于长山国,长山王张尔维代王罩下的旧臣,忽而基本也不会率先开战。 另外就是代国的西面,也就是那个隔阂相望的敌国,相对来说,西部可能是最为安全的, 那么代国最大的危机或许就是南部的墙威了,虽然此时的魏国已经被项羽给阉割了一部分,叫做西魏国, 但即使如此,魏国依然可以称作中部霸主,因为按照史书中的记载, 汉庭最终灭位之后,整整下设了三个郡,而且还都是中部军线, 虽然不知道是当时项羽封的就那么多,还是后来魏王报又进行扩张了, 但无论是哪一种原因,显然都能说明魏国的强大。 因此,对于当时的代国而言,魏国可以算得上是他的头号强敌了, 其实就笔者觉得,魏国不应该有这么强的,可惜史书中已经没有当时项羽分封的具体内容了, 不然笔者猜测,说不准魏国后来下辖的郡线中, 如太元郡就很可能是原属于代国的郡线, 当然,这都是后话的,无论太元郡最初是不是属于代国, 但最终,太元郡属于魏国,这是铁定的事实, 因此,于代国而言,有和没有太元郡,其实并没有多大意义。 下面说代国的具体构成,代国重要人物,代王, 赵歇是于205年基本世纪,出为赵国王室后裔, 具体身份不明,秦22年1月为张尔,臣爷拥戴为赵王, 同年9月遭到秦军重兵进攻,其与张尔死守居禄城, 秦23年1月,居禄战役结束,其与张尔成功获救, 后期率部留守照顾都城, 张尔则率领赵军主力,随同向羽西入关中, 汉元年,向羽进行分封,其授封代王, 同领顾秦代军,其燕门俊一部。 汉二年,因陈爷击败张尔, 遂迎其回归赵国,复为赵王, 陈爷遂被败为代王。 汉三年,因汉军进攻, 陈爷待死,其已被杀于赵国都城, 代国与赵国遂灭。 归下重要人物,下说, 疑似为陈爷下属,复为代国相国, 因赵邪去赵国, 遂由其统领代国。 汉二年,其率部与汉军交战, 为汉大将军韩信击败, 最终被曹参部击杀勇武功。 冯杰杆,初为代国太尉, 因代军惨败, 汉三年以代国太尉身份投降汉军, 后被汉庭任命为燕门郡太守, 并以特将身份停定各地叛乱, 最终以战功授封列侯, 十亿千户,见燕氏后果。 汉高帝十二年, 冯杰杆并逝,汉庭围棋士号结红, 代国国家制度构建, 内兆制,代国占据故秦江土, 秦代军,燕门郡一部约等于 金天山西省北部吉内蒙古自治区一部, 代国军队情况, 按人口三十万数, 以及代国与汉交战之战况, 则代国军队应该在三四万左右, 此处纯属猜测, 代国存在时间, 成立时间, 召写为代王时期, 汉元年二余, 发展时期, 陈爷为代王时期, 汉二年十二月, 灭亡时间, 汉三年十月左右, 完。